上千只黄头鹿沿着清水溪谷飞行 还不时变换队形 一下像巨龙 一下像白蛇 令村民嘖嘖声奇 空拍机的镜头 拍到黄头鹿顺着气流在空中盘旋 这还是国内头一次有人用空拍机 成功地从空中角度 记录黄头鹿的飞行 沿着溪谷这样子跟着鹿群一起飞的 然后保持距离 因为也怕惊吓到鹿群这样子 黄头鹿是台湾常见鸟类 繁殖起的头颈布羽毛呈现橘黄色 每年农历百鹿前后会南下菲律宾过冬 这几天已经出现第一波迁徙 8月底到10月中间 因为就是白楼的孙 由于中秋节正逢黄头鹿迁徙 云林骨坑乡张湖村又位在迁徙的路径上 民众不仿设连续假期 来这里欣赏壮观的黄头鹿飞行秀 这一期会儿就在下车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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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